03台的公用频道在新北市政府跟在地有线电视业者的共同经营之下 已经渐渐的成为很多人记录在地生活 记录在地家园的播放平台 只有03台公用频道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来使用 因此市府特别针对如何推广使用03台公用频道这个议题来举办的论坛 还特别邀请了专家学者跟在地有线电视业者来共同进行讨论 分享经验 希望能够早日把03台公用频道打造成全民频道 全民单导演一直是03公用频道成立的目的 而新北市政府为了让03平台广为使用 也和学校以及地方有线电视台建立起密切的配合 深获不少支持 藉由整个公用频道的推动里面 让民众真的拿着摄影机去拍自己的故事 然后藉由有线电视系统业者的影棚以及专业人员的指导 让他一起来把这个公用频道的节目把他做出来 那么放在固定的时段里面 有系统的这样播出 只不过推广至今 仍旧有不少问题尚待解决 而身为推广第一线的在地电视台 就有不少经营者针对制度面 现实面多所讨论 终归结论 宣传不足是其一 若能大量运用各个媒体管道 相信03公用频道绝对会是全民发声台 大概不到一层 大概0.1曾经使用过公用频道 我相信这个数据 今年即使做了统计应该 不会超好答案去 所以公用频道真的在新北市民的耳朵 大概都很少去听到 如果公用频道可以再做个小的宣导 那不要放在Channel 3跟Channel 4在那里宣导 要放在平常的频道去宣导 那我相信大家的接触度会更感危险 那我们可以投资更多的东西 另外有业者认为现金露出管道多元 也是民众不愿意使用03频道的原因 但永迦乐有线电视台总经理却认为 事情借由一体两面端看使用者的心态 那刚刚有讲到YouTube 但是我个人看一件事 YouTube跟Facebook这些东西 是request 它是一个on-demand 它不是一个bocasting system 所以只要我们是朝广播的利害利益 就是广播的便利性上面去琢磨 把它跟on-demand分开 其实有线电视业者推广03公用频道已多年 近年来又多了政府和学校团体多方力量的支持 只不过03频道依旧沦为少数人使用 而面临数位化时代来临 03公用频道的存废问题 势必日后又会再次被产观学多方讨论 记者台北采访报道